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凡 还有陈维廷等人拜访纽约 在台湾会馆进行演讲 他们表示呢 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关心政治 也意识到行驶投票权的重要性 他们还预言台湾政府生态 除了国民党还有民进党之外 学生将是一股新的势力 这边有相当多的留学生 他们可能在这边都是念PhD 那他们可能有进一步的 这个论述的能力 那我们也期待说 未来他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参与 在美国的当地的一些社会运动的议题当中 能够跟这些 不论是NGO的朋友 还是一些政党的朋友 能够维持一些关系 能够让他们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 理解台湾现在的处境 跟台湾的议题 那希望在未来他们 这些在美国当地的 一般的美国民众 能够更理解台湾 那我们也希望进一步能够发挥 就是在美国的这些 台湾的乡亲 能够在美国发挥 进一步的政治影响力 那促使美国能够做出 对台湾有利的这个政策 现在发生了张显耀的案件 那我们要主张说 目前包括过去人们进行的货贸谈判 也过去这些服贸协议 都必须要缓下来 政治上的谈判 包括两岸和平协议 包括马熙会 更应该去终止 不应该再继续谈判下去 必须等到 目前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去完成立法 一些立法必须是要去符合 过去运动当中所提出来的 几大民众参与的原则 的这样的法案 才能够继续去做 台湾跟中国人 参观的谈判的进行 在演讲现场 学生们发表参与 太阳华学运的心路历程 并且分析台湾社会运动的变革 还和乔本们一起研讨 公民运动对于社会带来的改变 当被问到台湾今年年底的选举时 学运领袖们就表示了 台湾学生不再是政治冷漠的疫情 对于今年年底的投票率 非常乐观